台湾不少大学现在都很担心 学生越来越少 学校的关门风险也越来越大 教育部呢也急了 想把矛头转到人口众多的大陆学生 还有广招像是东南亚跟欧美等境外学生 小子话警钟正式敲响 再过两年也就是2016年 大学牺牲来源将会骤减5.5万人 换句话说18到21岁的年轻人会开始大幅减少 招不到学生 学校没人念面临关门危机 光是今年就已经有高峰 勇达两所学院接连退场 但接下来面临倒闭危机招生不足 而列入教育部辅导控管的未报待学校 却还有六所 大学高中化七分就可以上大学 后果是硕博士满街跑 工作却不怎么好找 遍地开花的结果是 大学倒闭潮一波波涌现 逼得教育部急着亡羊补牢 因为国内少子化 我们有蛮丰富的一些教学资源 如果说入生能够也进来读书的话 当然在我们的生源的增加方面 一定也有一些注意 希望吸引更多大陆学生来台读书 一方面促进两岸交流 二来也能补充因为少子化减少的学生来源 而开放入生四年下来 从第一年的928人增加到第四年 也就是今年即将入学的有2734人 疾管趋势呈现稳定增长 但毕竟还是款不济及 他目前的注意是不大 但是我们当然也是持续努力 我们也希望说 更多的入生能够来台湾读书 那这样的话 对我们一些学校的生源增加 多少都会有些帮助 针对少子化私校倒闭危机 教育部提出解决方案 除了暂缓增设公私立大学 同时也要广招境外学生 包括大陆 东南亚 欧美等地 目标在105年时达到10万名 诉求的就是专业的师资与教材 台湾这边的跟国外比较接轨 国内因为它毕竟比较大 然后它就是会有自己的一套体系 然后台湾这边是相对说 跟国际比较接轨 课程 教学 加速 国际化脚步 用优势吸引更多境外学子前来就读 求学路上越来越竞争 台湾学生准备好了吗 就我个人的立场我是 没有不怕竞争啊 没有再怕 对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台湾同学 跟大陆同学各有他们不同的一些特质 老生在在没再怕 不管台湾陆湾还是境外湾 大家都各有优势 有良心竞争 也才能创造出最佳的学习效果 有几个姓第一名的是陆湾 就是来的时候 他们相对的拼啊 觉得离开了家乡 到这里来 渴望未来有更好发展 接轨国际跳板 也减缓少子化大学倒闭潮的冲击 台湾尽全力努力耕耘 UDN TV 陈寅珍 张伟斗行本事报道